Hello 大家好,我是客人仔 一放假就深思思上回深圳按摩 今天找到這間,價錢真是抵到嚇到人 加 39 元就可以享多 30 分鐘的頭肩按摩 最厲害的是,它本身捉到 70 分鐘都只不過是 169 元 所以給 208 元就已經可以享受 100 分鐘的按摩 認真抵玩 而我們聽到,水循環頭療 40 分鐘,作為我們粉絲,49 元就可以享用到 好,這裏全場免消費 消費滿 200 元還可以過夜 知道大家都好想我們快點開股 今天究竟去了哪裏享受世界 請快點訂閱雙下巴生活這個頻道 按 Like 和 Share 我們都直接告訴你 今天我們要去的按摩店 是比較近羅湖口岸 所以在口岸出發,乘搭地鐵 1 號線 乘搭一個站去到國貿站 然後出 B 出口 好,出到去之後 向後面,然後向右邊走 真的走幾步就已經到達這個國際貿易中心 搭電梯上到二樓 很容易就已經找到這間 預手養生影遠足浴按摩斯花店 地點很近金光華 按完還可以繼續去逛街街 這裏的環境很新正,光猛 問一問店員,原來這裏只不過開了 4 個月 所以依然都很新正 而我覺得很神奇的是 我本身以為這裏的房間不多 但怎知道這裏有齊頭寮 SPA 1 2 3 人房 影遠足度最大都有 4 人房 今天我們決定做兩個項目 給這個價錢放在大家看看 而大家記住了 只要進來說是看了雙下巴生活頻道的影片 就可以直接享用會員價 加上我們是行一上來 週一至週五 加39元可以享受額外30分鐘的項目 分別可以選擇按頭肩、彩耳、瘦腳、刮沙或拔罐 今天下巴仔和朋友 就決定試試他們的預手一式足度 是70分鐘、169元 然後加39元 就可以加多30分鐘按肩頸 另外也選了個頭寮 因為現在都有下巴仔粉絲價 49元 有40分鐘的水循環頭寮 稍後再跟大家去試一下 我們先由足度開始 店員帶了我們去這間三人的影遠足度房 叫影遠足度 怎麼都要製造電視機 這裡有很多劇集都可以看 另外我很欣賞他們 其實每一間房都有衣櫃 可以把自己的袋和衣物放進去 講起衣物 我們來都馬上換了一套按摩衣 馬上舒服很多 而且這裡都有提供拖鞋 搞定了坐下 店員都剛好敲門 進來為我們送上一些小食 水果 還有飲品 小食和水果我不新奇 比較特別的是 這裡有供應銀耳筋 整件紙馬上好養生 喝起來不太甜 都蠻滋潤 這個大家要試一下 不過飲品多款式度 我是覺得有點神奇 這裡有汽水可以加檸檬底 另外還可以沖到咖啡 奶茶 當然也有養生塔 這樣也不錯 轉過頭 何時敲門進來 他才會向我們介紹自己 然後準備做這個一式觸道 會先由浸腳開始 在這裡大家都可以選擇 究竟要生腳還是艾草去浸腳 而今天我們選擇了艾草 可以幫助舒緩疲勞 驅寒去濕 加上水暖粒粒 可以幫手速將血液循環 在浸腳的時候 技師都善用每一刻的時間 因為我們還可以同時間 享受肩頸和背部的按摩 技師的手法很多變化 而且不用我多說 在螢幕已經看到它的力度 頸和肩這些位置 真是我們想頒族 勞損得最厲害的地方 見到它手法都很純熟 過程毫無猶疑 很有經驗 之後就到手部的按摩 它會由手臂開始 然後前臂、手掌、手指 通通都不會放過 最後更加會按著背部 感覺很爽 幫助我們去到放鬆一下 之後它還會加入一些拉筋動作 然後我們就可以坐回對面梳化 是時候來到氣肉 按腳了 抹乾淨之後 你會先在手心擠到一些精油 然後是溫柔一點 在我們腿部推開 而這個時間我都留意到 它是順便幫我們的腳部拉緊筋 可以溫暖一下 等待你的肌肉還可以更加好接受按摩 然後技師還拿出一個拔罐 本身觸度都包起來 希望可以幫助體內排除一些濕氣和毒素 然後它就會先包住一邊腳 重點按另一隻 是由腳底開始 即使每一下 都是很針對性按壓一些穴位 有些地方會特別痛些 就或者反映了你身體有些小毛病 之後它會很認真地按腳趾 一按才感覺到 原來自己平時是這麼累 這樣按一下也挺舒服 之後還有腳背腳裸的位置 真的將腳的每一個部位都照顧得很好 非常之徹底 而腳板側邊它更加會利用一些小工具 幫手促進血液循環 非常之舒服 按腳當然不少得小腿的位置 朋友經常說小腿有種種象徵的感覺 今次這樣按完之後 立即覺得肌肉放鬆不少 可以準備好等待再去金光環逛街 在完成療程之前 技師都會幫我們洗乾淨的腳 它幫我們塗上沐浴露 然後再去清洗 抹乾淨腳後 這個70分鐘的 御手一式觸度便完成了 不過我們立即提起 我們是加39元 剛剛也提到 頭肩頸這些部位 是我們上班族 勞損得最厲害的地方 也是下巴仔整個剪片 積累下來的 技師出去洗一洗手 再回來的時候 它便將按摩椅調低 然後開始我們的面部和頭部按摩 一開始才會用手 這樣按幾下 立即覺得神經不再繃緊 整個人都很輕鬆 之後都拿出一些小工具 幫忙出進頭皮的血液循環 亦會針對性 這樣按壓一些穴位 然後就到肩頸的位置 想起這個39元30分鐘的按頭肩 真的好划算 想不到你這樣又再享受30分鐘 我朋友簡直睡著了 接下來我們轉到頭肩房 等技師幫我們蓋上毛巾 就可以開始頭肩 一開手便看到它倒了糊湯出來 原來這個頭肩湯 是由河手烏 祖閣等材料 這些對護髮非常有益 同時 技師都會先幫我們的頭子按摩 更加會照顧到耳朵的部分 之後再落到肩頸 按摩過後 何時將毛巾浸入剛剛的頭肩湯 輕輕扭乾 然後再放在頸部 暖粒粒非常舒服 之後就到我們最愛的水循環出場了 加上微溫的頭肩湯 立即覺得人的血運行得很快 而且這個水循環 更加可以幫助改善睡眠 減輕頭部平時的不適 而且我覺得最厲害的是 當我們在做水循環的時候 技師都拿出它的梳子 一直這樣幫我們梳頭 讓我們可以再深層放鬆 水循環的環節完結 是時候要洗頭了 技師前後會幫我們洗了兩次頭 因為他說朋友的頭髮比較油 要去到第二次 那些泡泡才會變得風型 這樣才會清潔得徹底 沖洗後再加護髮素 在這個過程它還會按頸部 還有頭部的一些血位 這個49元的療程是可以這麼講究 沖乾淨水 就是時候吹頭了 這裡床的旁邊已經是吹頭的區域 大家不用到處走 男生這麼快就吹乾了 而桌面上都已經放了一些頭髮護理 和頭髮造型產品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可以隨便使用 基於我們消費了滿200元 店員都有問我們要不要過夜 問了如果大家在早上早上過來的話 一樣都可以留定位 晚上回來睡都可以 如果過夜的話 其實這裡都準備好齊全 這裡有三間的洗澡房 裡面已經有洗頭水、沐浴露 更加會提供毛巾 另外也有齊牙刷、牙膏、朗後背 在這裡過夜都幾方便 預約的資料 大家可以參考這張卡片 他們是有WhatsApp的 我也放在資訊欄裡面 如果大家喜歡這間預手養生的話 都不妨考慮一下成為他們的會員 變相可以享受更多的優惠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分享 去的話 記得或是體商一下吧生活 如果不是就沒得享用會員的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